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看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不是買 也不是租的 而是住 我覺得這麼久以來 經常分享一些好Vancouver City的 高級房子 屋子 獨立屋 感覺上好像很城市生活 但其實加拿大好山好水 今天和機仔度假幾天 找了一間屬於Grader Vancouver 不過已經很危險 去到West Van再出來十多二十分鐘 過了Horshue Bay的一間度假屋 我們旅居幾天 又可以工作 又可以欣賞美麗的海景 因為溫哥華雖然靠海 但其實我們發現要在溫哥華找到 近海道這樣 外面露台已經是望出海景的屋 其實也挺少選擇 這間是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除了和大家分享室外景觀 那麼大的Degg 兩層之外 裡面的內裝 以及設計和色彩 都是我們覺得挺吸引的 所以不如和大家進去看看吧 其實室內面積不長 但應該座底都三四千呎 上下兩層 門口是後面對山 然後它是海邊的第一排屋 所以直往就已經有海景 你直接可以在那屁股那裡跳到海 門口進來 這個位置特別是有樓底的 有樓梯可以上樓上有天窗 還有這個位置可以放旋轉型的吊燈 其實它整間屋的風格都很整齊 它整個溶色 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有找設計師來設計過的 由大家看到它的長身 表面上是白色 其實不是白色 它是一種米米的奶白色 然後地面就是那些 淺咖啡色淺黃色的地板 Engineer Hardwood 剛剛說了它這個風格 其實很L.A.California style 就是盡量做完玻璃門 你可以看到這邊直往海景的位置 是沒有牆壁 牆壁是側邊分隔了兩個空間的主力場 其實要前面推出去是全海景 這些玻璃門它全門可以打開 所以現在還是冬天3、4月 到了7、8月熱一點的時候 還有這個向西 陽光會進來其實很棒 可以在室內無縫折黑 我們先看看 繞過來我們先看看核心的地方 看看廚房 廚房也很吸引 因為它超級大 整個這個長方形 由廚房兩個廳 幾個餐廳位合起來的面積 已經差不多有1,600呎 所以其實在這裡走都很累 可以走多幾個圈 由廚房要跑到那裡都很遠 我們來廚房看看 已經跑了很多圈 跑了很多圈 太開心了 我們先看看廚房 剛剛說了它的配色各方面 是做好設計的 剛剛說了這些長壁 它的櫃面都不是白色的 是有一種很淡的黃色 奶奶色 淺白的 所以你會看到和長身有少少對比 但是合得很漂亮 這些櫃面都是磨砂櫃面的 然後這個椅子就超級大 除了很長 有10呎之外 也都很闊 現在已經放了5張椅子 在這裡 也做了兩邊的水 也都很厚 整塊很厚 是Marble 對 而且它是真正的大理石 我們之前看的大部分樓盤 基本上都是缺製人造石 這隻是真Marble 整塊 應該成本都很高 它這個Marble上面 其實還有一些大 除了灰灰的黃黃的紋 還有一些金色的紋路 跟它整間屋 很多東西都很合適 你看它的水龍頭 雪櫃的柄 然後很多門框 門柄都是用金色的 包括Lighting 這些金色的 而且它很特別 就是它天花板 它也是刻意做了一塊造型 有一個Drop down少許的位置 就是T-Bone Herringbone style的木板 去組裝了一個造型 這隻木 和地板是否同一隻 不是 深一點 它是同樣的 但比地板的顏色深一度 然後也很呼應 它下面和這個炒油煙機的廚櫃色 Island下面的櫃 就不是這隻奶白 而是淺咖啡色 它這裏有1、2、3隻咖啡色 配合起來就超級舒服 它這些手柄、Dishwasher都是金色的 所以整體配合得很漂亮 很舒服 在看的感覺是沒有很強的黑白 深灰的對比色 但看上去一眼 好像令你的眼睛很舒適 高級 高級 很難用的 很難用的 如果我給我選擇 我不會選擇這些 如果大家在展示室看 可能你真的不會選擇 你會覺得 好像白得來妹妹的 一個不小心 如果你用錯椅子 用錯椅子 就會覺得很舊的感覺 但它這樣配合起來 這個很優雅 很優雅 看看廚房 這個這麼闊的椅子 除了旁邊有這些櫃桶之外 還有實木 櫃桶裡面還有櫃桶 很厲害 做了兩個Dishwasher 如果你在開派對 這邊一個 然後這裡一個 兩個 都是MIRR的洗碗碟機 然後都有櫃桶 這個Sync也特別大 很寬闊 我還沒試過用兩個洗碗機 是嗎 第一次兩邊一起洗 可以無限任用 而且這個空間很寬 其實這次我們來是做什麼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西溫再出來 回家的路程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之前上網看到它的Style 被它吸引了 又有海景 又有我最喜歡的顏色 配搭在一起 這麼普通來感受一下 但其實這陣子都很忙 不知為什麼進來2024年 舊MIRCAT也很快 又不可以走太遠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地方 又可以工作 有什麼事可以出去工作 但又可以享受一下LIFE 即是放鬆一下 好了 我們剛剛說到哪裡了 為什麼要扯到這麼遠 這個Island 我醒來為什麼要說這個 因為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還沒設置大電腦 我就有一個Laptop在這裡做 你都完全不怕洗東西 水會放過去 因為我距離太遠了 好了 這個Island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 超級大的L shape 那邊就是雪櫃 另一邊就是Pantry 基本上你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我在這裡煮飯很累 是不是 走很多 就是你這個雪櫃 雪櫃超級大 它是MIRR的雪櫃 雙門雪櫃 一邊就是雪櫃放食物 這邊就是冰櫃 冰櫃窄一點 雪櫃應該是30寸 整座 冰櫃24寸 這裡製冰 另外冰箱放了很多東西 你從這裡拿完一點 我想說這個雪櫃很長 是啊 我也是 不停開 人家很累 要練手力 我沒試過用這麼大的雪櫃 關不回來 為什麼會關不回來 Soft close 它裡面的櫃桶都Soft close 試試 試試 下面那邊 MIRR 我們自己家裡都未用MIRR 我們出來感受一下 這個Soft close 這個壞了 出租煙被人弄壞了 這個是Soft close 哦 是的 OK的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大部分 在Bernabee 甚至是Vancouver West 或者是Richmond 很多樓盤都有用MIRR的雪櫃 但我們永遠不會試到Soft close的效果 因為永遠都是一部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就是那兩個櫃桶 這是第一次可以試這個Soft close 好的 這些鐵架都是Soft close 是的 OK 好的 拿完食物之後 其實也會走多少路 你走到這個位置 洗吧 洗完之後攪拌 這兩個位置就很近了 他們說是煮食 黃金三角位 水盤 煮食爐 雪櫃在這裡 這個雪櫃太遠了 中間 這個位置全部都是桌面空間 以及上下的儲物空間 我剛剛還沒說這個 這個是MIRR的微波焗爐 也是一個小焗爐 也是一個微波爐 然後你看到上面這些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些都是櫃桶 我想說歐洲電器 有些細節 這個把手開下來 它是這條東西可以順利轉 是的 是的 令你很舒服 這條東西可以順利 好 然後 這裡全部都是一格一格的櫃桶 你全部都可以推出來 很多儲物空間 這些櫃桶都是按一下就出來 它都做得很仔細 第一格就是櫃桶 第二格就是這些 我想說 按出來其實好像差一點 我們用開櫃桶好像比較方便 不是OK的 按的時候 經常都要很大力地按下去 下面那些你又要烏低身 其實不用按的 不用很大力的 你輕輕按一按它出來 不是 你按一下兩下的 我不斷按 下面那些煲煲的那些不斷按 你不按就要用腳頂下去 是嗎 可能要有些耐性 應該這樣說 其實按都OK的 但問題是有些時候 如果你的手很髒 你通常煮熟的時候 你的手很髒 你經常會碰 一不然就用膝蓋來踢 這個要大力 然後轉角全部都是貴 上面全部都是貴 這個是Cortz 這一塊是Marble 這一塊是Cortz Back Smash也是Cortz 顏色都可以配合幾次 這邊有一個窗可以通風 這個就是MILLA commercial grade的抽油煙機 都很強的 這個就是GAS爐頭 而且是36吋的 然後六個爐頭 全部都是燒火的 所以可以六樣東西一起煲 所以我煮得很快 你同時一樣 它所有東西都是打包上的 水碗機有兩個 槍有兩個 做了一個非常完美的Double Balance 這邊也是兩邊的櫃 然後一直過來台面空間 有一個窗 然後這邊還有Supplies 住物空間已經很誇張了 等於我們平時的兩個廚房 看完這個廚房之後 我們就看完房子的Layout 其實這裡是有一張圓桌 好像早餐桌一樣 不過被我們搬出去用 所以這個燈下面是一張圓桌 這盞燈也很漂亮 金色的很多 有一個好像葉的骨 然後有一個包著玻璃 不過有些燈蛋也沒有了 然後這裡開始 已經進入到 快到了Dead的位置 這個玻璃門 是可以全部打開的 外面有一個小小的室外泳池 但現在冬天 它就沒有被人用 首先這一塊 已經完全可以推開了 其實你也不用去到好夏天 因為它向西 早上更冷一點 就算現在我已經想脫掉那件外套 你基本上曬著已經很暖 機仔其實穿短袖 你這個位已經可以走出來了 這個就是泳池 當然不要掉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sliding door 最漂亮的位置 我覺得是這張 不過這張桌子被我們弄得不漂亮 其實來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在網上給了一張照片吸引 就是它桌子很乾淨 擺了這棵花的景 超級漂亮 所以我進來之後 就選擇了這位置做工作 area 一邊做事一邊看海景 這個位置 這邊也是sliding door 我可以開給大家看 然後下午的陽光射進來 感覺超級舒適 這裡就不可以過去了 但總之整個idea 就是全部可以是 inside outside接合的 你就有一級的走進去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有寵物 或者很喜歡享受外出生活 就超級正 嘩 真好正 在吃飯一樣 超級正 超級正 當然你可以坐在餐桌上 吃東西 或者像我這樣 可以搞到這麼亂做事 也可以坐在梳化 這個梳化都是葉子提供 現在被我們弄得很亂 提了一些衣服 然後這個area也超級大 後面就是門口 這邊還有一個偏輕的 這個偏輕的特色 就是它好像自成一角 擺了電視機 兩邊是Display 你看到它所有櫃的顏色 都配合廚房 講講長身的顏色 這隻木都是跟廚櫃的咖啡色木類似的 而且每一層下面都有燈條 所以當你晚上或暗一點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就很有特色 很漂亮 兩邊是一個Balance 中間是一個大電視 鋪了Tiles 還有一個Fireplace 然後這邊它有一個酒櫃的Display 玻璃那些架 我現在一枝酒都沒有 這裡它應該是這樣開的 這裡可以開的 就是讓你擺酒 然後這裡再有一個Dining Area 這個Dining Area 不要小看這張海 很重的 基本上搬不動 它是石 是石 它除了是上面這個之外 我們研究過這張海 下面那兩棵東西都是 而且有筆規則 質感 很有質感 兩塊拼在一起 這塊東西很漂亮 剛剛看到的椅子都是金色 以及灰色的組合 然後這邊其實是有個房間 好像客房一樣 就有兩張床 然後這裡有個Full Bath 這個洗手間是一個客廁 但其實它也可以洗澡 我覺得這個洗手盆也很有特色 它簡直是整個 這是什麼材料 石 都是一塊天然石 很誇張 它是入場式的水龍頭 然後配了整個窗 不是不是 玻璃都是金色框 加上這一層燈 跟外面的客廳上的垂直燈 基本上是同一個風格 很漂亮 植物都配得很漂亮 然後這邊金色的毛巾架 這裡還有一個Full Shower Stow 而且很大的 不是那些屋裡面的很小的 你可以有一個站多兩個人 也有一個Rainhead在上面 有一個花灑頭 還有就是過去的頂部 也有六角形磚鋪了 所以它整個細節都做得很好 後面還有一個櫃可以置物 可能要快一點 快一點 太大了 不是 那幾間房間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下面的設計 然後門口進來 其實它是連接車褲 不過現在鎖了沒有讓我們使用 主要就是laundry area 比較暖的 在這裏面 我們就上樓上看看 這間房間不看了 不用看了 這裏上樓梯位都做得很漂亮 它超級闊 正常的樓梯可能是這樣的 它做了可以走三四個人 好像你去過度假旅館的樓梯 然後黑色的扶手 金屬的 然後這裏也有整個玻璃 這裏的那樣的 那些叫什麼 欄杆 上面做了一個黑色的 那叫收口位 不是只剩下玻璃 這麼可怕 這裏有時候看到屋 它是全玻璃 連上面這裏的玻璃 有時候會很害怕 怕會弄傷或是怎樣 做了黑色的不錯 這裏就看到吊燈 和門口的位置 這裏上面有天窗 很光亮 這邊的位置很闊落 你可以坐著坐著 聊天 然後直入 就是主人房 其實樓上它有四間房 樓下是兩間房 另外樓上再有四間房 然後有四個廁所 它每一間房都有屠廁 主人房最有特色 主要和大家分享主人房 基本上是兩個French door 可以打開的 這裏很混亂 首先尺寸 二百多尺 二百多尺 接近三百尺的室內面積 這張是一張Kingsize床 之餘旁邊有兩個床後櫃 然後這一組全都是衣櫃 另外這裏 還可以有一個位置 放到這些梳化仔 然後就有一個 很有趣的 整個金色的東西 然後又是看海景的 我們就上了另一層 我們剛剛在下面的墊 上面還有墊 也有道門 可以出去的 其實很有趣的 這裡也有一個Slighting door 就是另一間套房 所以這個Slighting door 都可以進來這裡 外面的露台 所以有三間房間可以通路 包括主人房 出來後 其實真的好像飄在海上的感覺 你走到這裡 你才會看到下面的泳池 那裡 好像坐在郵輪一樣 很棒 我們這裡的露台也超級大 這裡一路 就看剛才下面的大墊 海景 這邊方向… 我那隻是鴨 然後… 很多海狗 什麼 很多海狗 這個位置的高度又不同了 看海道更高 其實我們現在的屋 基本上在這陣子的屋裡 推得到最出的了 所以是最享受到的海景 是的 然後主人房 剛才說很誇張 你一看進去 這裡是主人房的望景 旁邊這個玻璃 是主人房的廁所 所以其實可以浸浴看海景 洗澡看海景 這邊是另一間房 都可以出來這個露台 當然我覺得唯一尷尬的位置 就是浸浴 浸了一半的時候 就出來是不是糟糕了 這是我覺得最奇怪的位置 我們看看廁所 真的有點熱 它很棒的 它這個火箱是兩面通透的 你坐在這裡的時候 有個火箱看看 進到洗手間的這一邊 都有的 反而你浸浴的時候 不單是外面看到的 如果有人進入你房間 也會看到的 不是 火箱不是透明的 是嗎 什麼是透明的 我看到外面的 這個很大的浴室 你可以劈頭髮嗎 你 然後它有三組的 有四組的 有steam 對呀 有四組的 有steam 即是那四個噴出來 那不是steam 有那四個按摩 類似按摩噴頭 有一些一組的東西 是可以出來的 好 也有上面有ring head 有faser 你可以設置各自運行 或者兩套在一起 我們已經試過了 也有steam的功能 你直接可以在這裏 steam浴 然後這邊是洗手間的座廁房間 然後這裡是double sink 之餘 有曬燈的 這些全部都是closet 經常都不知道怎麼開 不是 它沒有裝飽手 它沒有裝飽手 這些全部都是貴 而且我挺喜歡這個open shelving 可以塞一些東西都挺方便 不是 因為那些放不到 你沒有把手 是 它會塞進去 好了 然後我們這個主人房就看完了 另外這幾家房 就跟大家細看 只是不要看得那麼詳盡 媽媽的家住人就不要看 在這間 另外那家房對著花園很一般 這些就細一點 沒有主人房那麼誇張 也有一個露台 有海景 然後有雙門衣櫃 之後有一個全洗手間 這些洗手間就會小一點 沒有那麼特別 我知道出完這條影片 跟大家分享完之後 肯定很多朋友會留言 或者可能會 C Sun Carry 問我 怎麼租啊 在哪裡啊 是不是Airbnb 多少錢啊 但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業主已經沒有再 當它是度假屋 去出租的了 基本上它應該會收回自己的用 所以我們是最幸運的一批 不知道它若干年後會不會再拿出來 我們想租多幾天都不行 是啊 其實我們來這裡 因為它一租要租五天 它不讓你說一天兩天 價錢也很吸引 其實在說一千元也不用一天 多夠稅一天 整個很划算 但是我們就想著 好像不捨得走 就問業主可不可以租多幾天 他們已經說不行了 他們要自己用 可遇不可求 我和機仔會工作之餘 繼續努力找一些特別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設計 景色 環境 或者一些好去處 好 拜拜 好 拜拜